那么欢迎Licole 非常谢谢你愿意接受我们Her Story的这个装访 其实Licole你本身呢 就是在大部分的一些女性疾病当中 就是你有认识哪一种吗 经常的懂的就是一些可能子宫紧爱啊 还是一些乳癌之类等等的 请问你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就是可能经历过类似疾病的这个困扰 有听过啦有听过 可能不是很亲近的啦就是 就是同朋友 你知道你这个朋友他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吗 我知道的是他已经好了 可能是那种水流 因为就很正 女性其实蛮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是就不是到那种可能癌症啦 就是可能水流啊这些还 我还听到蛮不便的 我知道的时候是他们已经活掉了 其实Licole你在平时的时候 日常时候你有没有做什么日常备理啊 就是你的习惯来确保你自己 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用妇妇品哦 是水果 是蔬果 我蛮喜欢吃蔬果的 是蔬果 保健品我也很少吃耶 可能我会喝一点药材啊 你可能可以观想一些 诶 药材是对女性的整体生鮮 很有帮助的吗 如果我自己经常在喝的就是挡生水咯 它其实可以让你气色比较好哦 身体也比较强壮这样子 你可以对着我们的女性朋友们 分享一句正能量的话吗 其实如果有遇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勇敢的去面对咯 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啦 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害怕 就觉得可能去看了 等一下会很糟糕 但其实如果提早一致的话 就一切都是还OK的 所以就 嗯 爱自己懂自己不隐藏 对我们来说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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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好 好 对我好